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1月28日 欧洲冠军联赛周三凌晨继续进行分组赛的较量 届时 一组方面 拉组将会主赢先陆迪 先陆迪堪称是送分童子 球队金界分组赛尚未开斋 此番走访急需抢分的拉组 先陆迪无力赢波 一组投四轮分组赛战霸尚未诞生任何一支出现球队 其实关键在于本组前三斗得难分难解 三队之间最多只有二分的差距 本轮分组赛过后 出现情况肯定相对明朗 对于现实位列第二的拉索而言 他们是一面对先陆迪 肯定需要全力抢分 确保拿到十分 基因他们目轮分组赛将会面对马体会这块硬骨头 而马体会本轮将会做客飞燕落 只要马体会不败 那么拉索的处境都不算太被动 目前领先拉索飞燕落一分 对主队而言有利的是 经济他们极其擅长主场作战 他们最近七场各项赛事主场保持不败 还能录得四胜三合的不俗战绩 其中后方表现出色 最近五场主场赛事多达四场 能够保持清白之躯 需要指出 施鲁恩·莫比尼 经济整体表现尚可 各项赛事一共出战16场 能够贡献五球 至于百度洛迪古斯为拉索贡献了二个欧冠连入球 他们无疑都是拉索是一争胜的关键 阵容方面 后卫尼高路卡沙利和阿里斯奥罗麦露尼等人 因伤免疫 中场马迪亚斯遇先奴被罚停赛 虽然先露迪在苏超之手遮天 但在欧冠连 球队似乎一直都是以送分童子的面貌示人 以上届为力 球队六场分组赛一场不胜且输四场 而今借头四轮分组赛战罢 球队同样未尝胜计 他们很有可能会和上届一样 一场不胜 需要指出先露迪后防表现糟糕 今借分组赛四场合共识12球 比他们糟糕的只有安特卫普的14球 因此指望他们如指胡般的后防 去防住施路恩莫比尼等人率领的封线 明显不现实 至于进攻端 古桥亨吾和吴贤归等人位守的封线 明显不够看 这也是球队金界赛事只有三个入球的主要原因 有见及此 先露迪此行 唯有输少荡营 阵容方面 前锋里尔阿巴达和中场棋手连羊 因伤缺席 前锋路易斯伯尔玛和前田大然 被罚作波间 感谢您的收听 精彩赛事 竟在M直播